六活 非常非常之难 两个人住在一起都闹意见 都活不起来 四个人不是天天要打仗了 真正明白四是真相了 自然就活了 为什么他全放下了 古人常说的 于人无真于事无求 真正明白的人他走到了 他为什么不真不求 知道全是假的不是真的 决定求不到 波若经上讲得很好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这都把四十经相说出来了 为什么劝你放下 到底在这里 你要想真 你要想求 你的心悲然无了 你有了知识之力 有知识之力 平等心就没有了 迷而不觉 这叫众孙 佛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 放下是正确的 永远放下 所以佛家讲的舍得 双重意思 你学是布施 是供养 你修财布施 肯定得财富 越是越多 你发布施 肯定得聪明智慧 吴威布施 肯定得健康长寿 这是佛告诉六道众生 迷而不觉 心里面有欲望 想求得 告诉你的方法 有求别 没有一样 求不得的 你为什么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求 你用了错误的方法 用了非法的方法 写法 得到的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说冤不冤枉 命里没有的 你怎么求都得不到 我们求佛菩萨 佛菩萨感应帮忙我们得到了 依然是你自己修的 你自己也不修 佛菩萨 一丝一毫都帮不上忙 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帮忙是相对的 你有一分功德 他帮你一分 你有十分功德 他帮你十分 是相对的 不正不解纳 他没有